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都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一直以来,白头发可以说是断定一个人年龄的重要标志 但是现在很多中年人、年轻人也有白头发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会长白头发的呢? 这种出现的白头发之后要怎么去解决? 白发主要是跟肾和皮是密切相关的 第一个,如果皮虚之后气血不足,就会导致白头发 中医里面讲,发尾血之余 也就是我们说的头发跟气血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皮虚了气血就不足,那么就会出现头发发白 第二个方面就是肾虚 肾虚也是非常容易导致白头发的 中医里面讲,肾气滑在发,肾主管头发的颜色 如果是肾气充足,肾经充足的人 头发一般都是乎黑发亮的 那如果是肾虚的话 那头发就很容易出现枣白的情况 那么怎么缓解头发发白的问题呢? 缓解头发发白的情况 贱皮补气血是其中的一方面 补肾是其中的另一方面 下面就跟大家分享一款五股炸亮粥 长期坚持食用的话 对我们的白发会有很大的帮助 首先准备20克的黑豆 黑豆干性贫入皮圣经 有补肾一阴,贱皮去湿 除热解毒的功效 现代研究也表示 黑豆里面富含维生素液 维生素液有抗氧化的作用 可以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 减少皮肤的皱纹 减少皮肤的色斑 对于美容养颜都有一定的作用 而且黑豆是蛋白质的一个优质来源 黑豆里面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 每100克里面就有43.6克的蛋白质 相当于鸡肉跟猪肉的两倍 是鸡蛋的三倍 是牛奶的十二倍 所以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 国外的一些学者 进行了多项研究还表明 黑豆提取的花青素 可以调节水分的代谢 以及血液的循环 黑豆里面含有种泛酸 对于改善我们白头发 也有一定的帮助 黑豆我们清洗干净之后 加入清水浸泡着备用 接下来再来准备20克的黑米 《本草钢木》里记载 黑米有滋鹰补肾 有健脾护肝 不易脾胃 益气活血 养肝明目的功效 对于少年的白头发 虚发早白 妇女产后虚弱 疾病以及体虚 或者贫瘀的人 都有不错的作用 现在药理研究也表明 黑米的B维生素 含量是大米的4倍 甲、煤、铁等等 微量元素也比大米要高 烂胺含量是普通大米的2-2.5倍 同时黑米外皮中 含有花青素类的色素 它有抗氧化、抗衰老的作用 对缓解白头发生长有一定的作用 黑米清洗干净之后 也同样浸泡着备用 接着准备12克的枸杞 枸杞为干瓶 归干肾精 有滋补干肾 易经瓶目的功效 临床上主要用于干肾阴虚 虚老筋亏 导致腰细酸软 血阴耳鸣 阳尾乙筋 还有内热消咳 血须、尾黄 目晕不明 眼睛干涩等一系列的症状 对于这种干肾晕虚导致的头发发白 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现代的研究也表明 枸杞里面富含β胡萝卜素 这种营养对于我们眼睛有非常大的帮助 枸杞清洗干净之后 控制水分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段山药 山药药食同源营养价值很高 它胃肝性贫 龟肺皮肾经 具有抑肺养阴健脾不胜的作用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讲 山药能够抑圣器健脾胃 止泻力 化痰 润皮毛 在临床上 经常用山药来治疗肺虚咳嗽 虚疗咳嗽 脾虚食少 久泻不止 肾虚乙筋 尿瓶 腹泻等等一系列的疾病 所以说 如果出现这种脾虚肾虚导致的白发 可以使用山药 又能健脾又能补肾 可以缓解白发的生长 山药里面含富含胆碱跟暖磷脂 对于改善我们大脑的记忆力 有一定的作用 山药里面含有拉胺酸 阻胺酸等等 十多种人体必须的胺基酸 对于预防心血管的脂肪成绩 也有一定的作用 里面还含有一些纤维素 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控制胆固醇 山药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特别是健脾补肾方面的作用 山药洗干净之后 去皮切成片 然后装入盘中备用 再来准备几颗红枣 红枣可以补血安神 红枣是我们平时经常遇到的一种食材 经常煲汤 煮汤水 经常会用到 红枣味干 新温 主要的功能就是补充益气 养血安神 临床上经常用于脾胃虚弱 血虚 尾黄 血虚失敏等等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 红枣里面富含铁元素 吃红枣在一定程度上 能促进血红蛋白的生成 能够改善我们的贫血 让气色更加的红润 红枣还能够提高淀粉酶的活力 淀粉酶的主要作用是消化我们的糖类物质 如果淀粉酶活力提高了 它就能建议我们的脾胃 能够促进我们的消化和吸收 红枣清洗干净之后 用剪刀剪成小块 去掉草盒 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把准备好的食材放入锅中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用勺子搅拌一下 开大火煮开 煮开之后再转小火慢慢的煮 煮得彻底软糯之后 再把枸杞放进去 再煮三分钟左右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个留言和每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您决动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这款汤有非常好的健脾补肾 对脾虚气血不足 肾虚导致的头发发白 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要注意的是 哪些人不适合喝这款汤 就是没有脾虚 气血也不虚 肾也不虚 就不适合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 动动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我下个视频